欢迎回来带你来关心国际消息 美国总统大选进入白热化 美国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周六 来到了维吉尼亚的海滩上 继续抨击欧巴马的经济政策 而总统欧巴马的竞选活动 则是抵达了佛罗里达州 他反击罗姆尼并指责他没有提出新的策略 星期五美国政府发布了8月份的就业资料 其中新增职位数量令人失望 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 借此批评欧巴马的经济政策 星期六他在维吉尼亚海滩上说 8月份美国经济每创造一个职位 就有4人放弃寻找就业 他还保证不会削减军费 并许诺提高美国军舰的建造数量 罗姆尼和欧巴马互相指责 对方没有复苏经济的计划 星期六欧巴马在佛罗里达州表示 现在我们的朋友们在设计 他们比较高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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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他们不说 他们不说 他们不说 他们比较高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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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他们不想 领先于欧巴马的44% 新唐人亚太电视路远编译